到了事情說 先生你有會員嗎 我後面坐老婆小孩 我說我有會員 回想凌晨兩點 天遙地動的恐怖時刻 一人良賀群心有餘悸 之說全家當傻不敢合眼 還直接到外頭找汽車旅館過夜 兩點多的那個 哇 突然弄得很大嘛 因為我們住在高樓層就很害怕 我老婆就說 不然這樣子我們找一個 那個飯店還是旅館去那邊住 家住高樓層 趕緊找地樓層躲避 但整晚根本睡不著 其他藝人同樣都有感 我很怕地震 然後每次地震 我就是都會腿軟心跳很快 然後剛才想說 我應該只一點點 我就是這樣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然後最後一天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很害怕地震的人 但是後面餘震還是都 每一個我都有醒 其實昨天都沒有睡好 有人下了一大跳 零言遇到是睡了一整晚 只是深夜兩場規模 6.0以上的長症 雙北地區 至少有三級以上的震度 下午出席活動的林心如 也透露當下的一件事 就是先互助小孩 兩點多那一次 我已經在睡覺了 然後醒來就很害怕 然後我就趕緊抱住小孩 然後我先趕快檢查一下 我的床附近 有沒有什麼會掉下來的東西 還有藝人王彩樺也在半夜 接到女兒打來的電話 一整晚櫃子被震到開口關關 怕到睡不著覺 大概三點的時候 我女兒打電話給我 我嚇到了 怎麼了嗎 他說我媽媽地震好恐怖喔 我說沒事沒事你還好嗎 他說那個櫃子都這樣打開 又關起來打開又關起來 打開又關起來 媒體上忍不住抱怨 到底還要搖多久 KID更顯下 被漂花蓮人的心聲掀起共鳴 就希望災區能夠盡快恢復元氣 雲新聞綜合報導